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节欢迎雨整点新闻 我是凌荣 首先来关心高雄市政府昨天依据气象局的预报资料 预估13号高雄市会有超大豪雨 而且雨量会超过350毫米 提前的宣布停班停课 结果今天白天累计雨量只有120毫米左右 那中午过后雨市几乎都停了 跟预报的差很多 但是对灾区民众呢 虽然已经连放三天的豪雨假 但是还是觉得清理家园的时间永远都不够用 两者对比虽然都住在高雄市 但仿佛两个不同世界 而高雄大气暴后地下水排水系统受损 加上连续六天的豪大雨 不但让气暴灾区一次又一次的积水成河 而且淹水的范围是越来越大 光是昨天的一场雨呢 市区就有多达62处的地方淹水 尽管全市共有4.4万个沙包防淹 还有120台的抽水机同步来抽水 还是造成多处水患 水利局也紧急沿拟了水稻分流计划 在灾区规划了两个排水区分红 那利用其他没有在气暴中受损的排水系统 把抽出来的水分流引出 不让淹水噩梦一再重演 高雄市石花馆现在市长陈菊 宣示安全疑虑不再回埋后呢 恐将会造成操车满街跑的景象 那日前还在林园发生了 潮车撞中油交通车的血伤意外 更引起民众疑虑 那现在申请录权的潮车数量呢 并没有增加 不过高雄市政府打算将民国100年 对化学潮车的经营路线 再进一步的线缩通行路线 避开人口密集区 高雄气暴事件后 全台人心惶惶 在新北市的大卖厂楼上 住户也很担忧 因为最近发现一条新瓦斯管线 不是从地底下穿过呢 而是从八楼的停车场穿越 是从B洞穿到A洞 是引来B洞的住户不满 瓦斯管线呢 舍近仇远 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是A洞 过去是办公室 现在呢 变更为住宅 才会重新拉瓦斯管线 国庆之交 北街上人首度开庭 中前郑洁一早就被借题出庭 不过在法庭内呢 他依旧是维持一贯的冷漠态度 嘴角还露出冷笑 由于郑洁没有委任律师 而是由公社辩护人帮他辩护 公社辩护人当庭提出 希望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准备 不过检方当庭反对 还强调呢 只要判决多拖一秒 对家属的伤害就会增加 但郑洁对此只说了四个字 尊重律师 新北定院首次审理 郑洁犯下的北街杀人案 那这也是郑洁首度面对 死者家属和受害者 一提到郑洁 家属们个个是难忍气愤 那尤其在法庭上政节呢 大多是由辩护律师带打回答 只认罪不认错的态度呢 让死者家属和受害者是气坏了 还一度气愤离席 好另外来看到 抗争现场用什么镇压方式 比较有效呢 高雄有个补习班老师 吕洁 想出呢 用水肥车来镇压 在上历史课时 跟学生分享水肥镇压的好处 活灵活现 唱作居家的上课内容 被po上网 冲告点阅率 不过也引来不少的批评 他现身接受访问 说自己没有不尊重学运 只是呢 想用幽默的方式 让学生了解历史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 黄秀霜的竞选影片 转角的小确信 内容描述改图抢劫后 被竞选看板半岛而遭改捕 令网友直呼 这会不会太瞎了 大陆官方打奢反腐 让先前传出意图的草江南 现在被迫改变经营策略 竟然卖起了变当 先休息一下更多新闻内容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欢迎大头条 向来关心政坛焦点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 连胜文 去年随父亲连战 头一次和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见面 却遭到了对手柯文哲的发言人爆料 连战当时就向习近平证实 连胜文准备参选台北市长 连正宜要求攀建制 拿出证据 否则得要登报来道歉 但是柯文哲回响 连习见面是事实 自己不注意难免 让外界引发强项 央视政坛消息 前立委省富雄宣布 弃选台北市长之后 今天首度面对媒体 说他当初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以为比柯文哲连胜文两人都优秀 又低估了台北市民对柯连的忍受度 最后才会黯然弃选 不过虽然弃选了 他还是没有放过批评柯连的机会 说他们两个之前 说要来向他请义 根本没有诚意 只是选战的一部分 好 继续来看到 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黄秀霜 在网路上po出了竞选影片 转角的小确幸 那影片内容是描述 女子的皮包遭抢 歹徒逃跑 遭到了黄秀霜的精选刊版 给半岛顺利的逮盗人 影片一出引发网友炮轰 骂影片不知所云 那眼前的网友一眼 更看出歹徒穿的裤子 分明是男意中的校库 要黄秀霜出来道歉 总部最后是在脸书表示 希望外界不要有过多的想象 纯属国君一笑 好 这位消息来关心 最近高雄市下豪雨多处 传出淹水的灾情 不过却有人忙着砸车 高雄市就有一名无姓妇人 在8月12号的凌晨 两点多停在家门口的爱车 竟然遭到两名穿雨衣的 不明人士拿着铁锤砸毁车窗 那整个过程都被监视器给拍了下来 无姓妇人说不排除 是因为停车纠纷引发的寻仇 已经报警处理 而骑机车到底可不可以再宠物呢 网络上最近出现了一段影片 有民众载狗去买饮料 那竟然遭到警方拦检 那最后竟然被五名的园警团团给包围 民众气得把影片po上网 请求大家公平 引起网友一阵热烈讨论 好 机车到底可不可以载狗呢 现在是引起热烈讨论 有人支持警察的论点呢 认为乘务太好动了 没有办法乖乖的站在踏板上 跳下车呢可能就会发生危险 那过去就有过案例 主人因此吃上了公共危险罪 但也有人认为 只要把狗管好 载着它出门兜风 其实很享受 另外来看到不少女性爱用的丝瓜水 来帮助皮肤保湿美容 但是呢 最近却有民众使用丝瓜洗肤露后 整张脸立刻红肿刺痛 发痒下的呢 它是赶紧洗掉挂急诊 民众怀疑可能里头成分有问题 夜市澄清产品卖这么多年呢 这是单一个案 那目前也将产品送检测中 而医生说通常 保养品中成分含有香料 或是防腐气呢 可能是造成过敏的原因 好说到丝瓜水 这个阿嬷时代的保养品呢 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可以自己DIY 只要准备丝瓜 将外皮削掉 放进果汁机来打碎 过滤出丝瓜汁之后呢 将它煮滚 添加1比1的干油和酒精 只要花十几元 天然的保湿丝瓜水就完成了 好提醒家长们要小心了 消息会和标警局 抽烟市面上贩售的充气玩具 发现六成四呢 都含有塑化剂 最毒的还超标250倍 那孩童接触过量 恐怕会影响生殖发育 而且不止塑化剂呢 这些玩具中呢 有些还残留重金属签和个 那是容易刺激呼吸道 消化道 甚至造成皮肤慢性溃疡 那呼吁家长购买玩具时 一定要挑选有完整商标的产品 而且要让孩子养成玩玩玩具后呢 要先洗手才吃东西的好习惯 国际消息来看到这项新发明 目前有数千个医疗照护软体 应用程式和医疗设备 搜集病人的血压脉搏等健康资料 但是呢 缺乏集中储存管理 苹果日前加强了 HealthKit软体的功能 希望为消费者和医疗供应商呢 建立一个资讯平台来协助医师 在病患就诊前后掌握病情变化 做出恰当的诊断和治疗 所谓商场如战场 间谍或是卧底时有所闻 像是被称为房市版的电影无间道呢 就是六年前房仲龙头 新义房屋指控永庆房产集团总经理派弟弟 到新义房屋卧底18年 窃取商业机密 一状告上法庭 台北地检署四次侦查不起诉 那现在永庆展开反击 在六月底控告新义房屋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诬告两大龙头的糾葛 没完没了 房仲业竞争激烈 抢个招数也一堆 那有人会趁着在看房屋时呢 直接跟对方房仲的客户换名片来抢客户 还有房仲乔装成客户杀入敌营 询问对方的物件地址 然后再去找屋主从其他的房仲手下呢 抢下转尾卖合约 那事实上房仲手上都有本物件总表 如同保命符 只要不要外流 手上的生意就不至于被抢走了 另外来看到 未来体育台前主播怀疑丈夫出轨 找真信社跟监 真信社员工呢 在女主播丈夫的坐车底下装GPS 查出他帮一名灵性女子买女性用品 女主播的丈夫后来发现了GPS器的提告 危险依照妨害秘密罪 起诉女主播和真信社人员 不过案子打到高院 驳回检方上诉女主播还有真信社业者统统无罪 全案定言 那您关心凤凰卫视女主播刘山林 在7月底突然脑溢血住院 她的家人和朋友都很担心她 刘山林住院后呢 开了两次刀 现在的情况有些许好转 她能够轻微的自主呼吸 瞳孔照光也有反应 不过依旧是昏迷当中 另外来看到随着大陆官方大力打赦反腐 当地的高档餐饮业的失矿呢 也陷入空前的低潮 先前传出意图的翘江南呢 也就是一人大意思老公汪嫂飞的家族企业 最近呢也更改了经营策略是卖起了便当 而翘江南更是在今年4月底 由欧洲最大私募股权基金公司CVC 买下了高达82.7%的股权 那这也意味着张岚家族的持股权已不到20% 而说到美食呢 台湾蓝羽四面环海 岛上拥有独特的达武族文化 其中飞鱼记远近殖民 还有充满岛屿风情的风味餐 每年都寻许多的游客特地来到蓝羽一游 那此外建在地面以下 阻挡强烈海风的达武族建筑地下屋 充满着浓浓的传统味 都是游客绝对不能错过的 广告后看您关心导演卢贝宋 来台取景拍摄新片Lucy 全场90分钟的影片 有50分的都是在台湾拍摄的 心里直播真的超有台湾味 先休息一下 广告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好莱坞巨星罗宾威廉斯自杀身亡 让许多人是相当不舍 那其实他从小害羞 但是误打误撞在学校呢 接触戏剧 更进入了全美一流的 朱莉亚学院进修 为灿烂的影剧生涯 打下基础 他可以演出启发心灵的角色 更以不同喜剧角色 娱乐现在的老中情三代 可惜他的一生短暂璀璨 如同他在电影角色中呢 自比是流性一般 一语成诚 而罗宾威廉斯呢 其实在去年有偷偷的来过台湾 在逛金山老街的时候 还被当地卖黑糖店的老板 给认了出来让罗宾威廉斯呢 是相当的高兴 因为整条街只有老板认出他 事后逛了一圈老街 还特地的折返回来 一定要跟黑糖店的老板 来照将相留念 让老板印象相当深刻 好另外来看到发际导演 卢贝松去年10月来台 为芯片Lucy取景 那现在终于要上映了 包括台北101 市府转运站 永乐市场和台北机场呢 通通都在芯片中曝光 全场90分钟的影片 有50分呢 都是在台湾拍摄的 看过的影迷都说 超有台湾伪 卢贝松指导的芯片Lucy来台取景 成功潮热话题 那其实近年包括了 日本、美国、欧洲等剧组 纷纷来台拍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台湾官方 为了增加国际曝光度 大多彩协助态度 门槛设定不高 还有明导李安的 少年拍的奇幻漂流 在台湾拍摄 也是吸引各国片商来台的因素 那跟大陆相比 台湾在剧情内容审查上 比较宽松 加上语言相通 透过陆媒报道 还能抢进大陆破译人口的市场 只要作品卖座 对片商台湾来说 都是双赢 感谢您收看这节的 欢迎整点新闻 也祝您平安顺心 我是林荣 我们再会